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2号星期四 美国现在正在迫害所有支持巴勒斯坦人 就连大名鼎鼎的AOC也躲起来了 也不敢说话 现在没有办法 咱看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 他们有34个哈佛大学的学生组织 组成了一个联盟 发表了一封的公开信 公开信他说什么 他说在以色列数十年 几十年对加沙的占领之后 以色列政权应该对所有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 负全部责任 公开信称 以色列种族隔离政权是唯一应该受到指责的 签署这封信的组织 包括哈佛的穆斯林组织 哈佛的巴勒斯坦支持团体 以及其他具有不同背景的哈佛组织 包括哈佛犹太人解放组织 和哈佛非裔美国人抵抗组织等等的 哈佛大学的当然其他的校友 就开始谴责这一份声明 并督促哈佛大学 对所有这封公开信的签署者 采取迫害行动 当然不是采取迫害行动 就采取采取行动 迫害他们 现在无法核实 到底有多少学生支持这封信 哈佛大学的校长 克劳丁盖伊和15名院长在内的 哈佛大学的高级领导层周一 发表声明称 他们对哈马斯本周末 针对以色列公民的袭击造成了死亡 和破坏感到心碎 但是声明 避免提及这封学生的公开信 哈佛的前校长 劳伦斯萨默斯 是民主党当时 民主党总统 比尔克林顿 当时的财政部部长 他也哈佛的前校长 萨默斯在推特的RX上说 哈佛目前领导层的沉默 让哈佛对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行为 保持中立 保持了一个中立态度 哈佛其实现在校方保持一个中立态度 他说对此我感到异常的恶心 然后有很多犹太裔的财团 都已经表态了 就是说 像哈佛 就是说公布这封公开信 都有哪些学生签署 那么这些学生 我们永远都不雇入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上个哈佛 你就牛逼大了 你就将来怎么着 你毕业了之后 如果没有大公司雇中你 你狗屁都不是 去你家门口小卖部去 麦卡洋堂去 你要明白 华尔街的大财阀都在犹太人手里 所以他说不雇中你的话 我管你是哈佛 你是哪呢 你给我滚蛋去死 你只能去小公司了 大公司全部都不要你 以前美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 一个好莱坞的明星 好像也是说了一点反对犹太人的话 然后就没有电影拍了 你知道吗 还有堪严迈斯 堪严迈斯不也是吗 堪严迈斯他其实刚开始是 就说一些黑人的事 受到了指责 也就算了 他后来说了一两句 就是说针对犹太人不尊敬的话 堪严迈斯基本上就全完了 你知道吗 就说不要说你一个哈佛大学 堪严迈斯 那在金融界来讲 举足轻重 他对阿里达斯的经济贡献 你是10亿20亿美元的经济贡献 阿里达斯跟堪严迈斯的解约 阿里达斯直接损失就12亿美元 是直接损失 这还不包括其他的股票 乱与八道那些东西 你知道吗 但是你就明白 就是这个厉害 因为你一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你去了这个单位工作 你能给这个单位创造十几亿的 十几亿美元的价值吗 你根本创造不穿 你这一辈子都挣不出十几亿美元来 你懂不懂 那K&S是直接损失12亿 那其他的那种损失不可估计 可能几十亿美元的损失 但是那也都不行 你懂吗 所以你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是吧 要注意 再来看 美国民主党籍的众议员 拉西达特莱布发布声明 呼吁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 特莱布是现在目前美国众议院 唯一一名巴勒斯坦籍的 美国的国会议员 他是巴勒斯坦籍的 所以他支持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议的 美国裔巴勒斯坦籍的众议员 当然他一定是美国公民 不然他不能当众议员 巴勒斯坦裔的众议员 特莱布声明 对昨天今天和每一天 失去生命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 他都表示哀悼 不过 他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 等同于战争罪行的行动 他说 未来必须解除封锁 结束占领 废止种族隔离制度 因为这种制度造成了令人窒息 灭绝人性的状况 从而导致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 民政党的众议员克里布什 也发表了针对以色列的批评 他声明说 他说 作为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结束美国政府 对以色列军事占领和种族隔离的支持 以制止这种暴力和创伤 好像就他俩公开站出来是这么说的 其他的还有八个没有发表意见 有八个众议员 一共有八个众议员 没有谴责以色列 剩下的全部四百多都谴责了 没有谴责巴勒斯坦 剩下四百多都谴责了巴勒斯坦 他俩没有谴责 他俩已经被骂死了 还有六个 没说话了 就不说话了 一样 就跟当年俄国战争的时候 不也是 当时的杰迪耶夫 不说话也制裁你 你知道吗 你不说话都制裁 不说话都不行 比如说说话 说话就掐死了 比如说共和党那边 他现在直接引来的民共党内部的抨击 民主党的众议员 李七托雷斯声明 谴责民主党的这两位众议员 说特莱布和布什 他俩的言论非常的令人恶心 他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 应该是无条件的 援助是无条件的 也应该是无条件的 但这种危机时刻更是如此 国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 向以色列提供 其在面对全所未有的恐怖主义时 进行自卫的所需的一切 他说这两位议员将屠杀行为 美化为抵抗的人是可耻的 这是因受谴责且令人厌恶的 连大命迪等AOC也躲起来了 AOC他们在纽约 纽约有一个叫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 这里边有纽约有六个议员 都跟他们关系比较好 AOC是特别的支持他们的 民主社会主义者 在曼哈顿组织了一次 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 AOC没有去 躲了 所有与民主社会主义者 有联系的左翼的民选官员 都拒绝谴责 在纽约 不光是议员 还有其他的民选官员 都拒绝去谴责哈马斯 17个人当中 只有两个人回复了 这两个人都重申了 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 甚至15个人没有谴责 但是也没说话 就什么的 一个字不说 我不说话 就不说话 一个字也不说 我也不谴责 我也不支持 我也不认 有两个人是支持巴勒斯坦 另外15个人不说话 被民主社会主义者 称为最重要的 社会主义超级俊兴 众议员AOC 没有回应 致平请求 躲了 AOC躲起来了 但是他就袭击事件 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说 今天对于所有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寻求持久和平 和尊重人权的人来说 是具有毁灭性的 我以最强烈的措辞 谴责哈马斯的袭击 谴责哈马斯 他说任何儿童和家庭 都不应忍受这种暴力和恐惧 这种暴力无法解决 该地区持续的压迫和占领 为了挽救生命 需要立即停火 这就是AOC 说的这么一个话 反正你也能看得出来 就哈佛大学的学生 你说话之前 也要小心点 搞不好你就没工作 或者丢工作 以前的好莱坞 那剧情像我想不起来的 也是反正就是彻底 当年都是好莱坞 非常牛第一线的明星了 后来因为惹了犹太人 然后就完了 就发现就没有电影拍了 没有电影拍 就已经就是处于一个 几乎处于一个失业的状态 看线外色 现在基本上也就是失业了 失业了 一边待着去了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就能够明白 美国目前的这个现状 你知道吗 这个现状 好吧 那AOC都算是胆比较大的 不也都躲起来了 不说话 好吧 那这些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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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